开周报第二页 我们要来看圣灵带领教会的宣教步骤 圣灵带领教会的宣教步骤 在周报的第二页 第二页 今天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的分水岭 什么就是分水岭呢 我们金山刚才讲到有一块土地 那一天我去同工们去 我们去过很多次很多次了 二十年来我们去过不知道多少次 可是那天同工们跟我说 他说你知道吗 我们可以走在那个能线上面 那个灵线上面 我说什么意思 他说那个是一个 两个山的 一个山的最高的部分 我们可以走在那边 我说很可怕吧 他说不可怕 因为不是一个尖尖的地方 但是他说水到这边就分开来 这边的水往这边流 那边的水往那边流 那个叫做分水岭 使徒行传 是教会建立和发展的记录 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呢 我们一下就想到说 两千年来教会的发展 对 两千年来教会有一定的发展方向 可是我告诉各位 这两千年来发展的方向 从来没有超过使徒行传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是路加写的 是他收集的资料 是他努力的去整合 但是当他写的时候 他以自己所有的资料在写的时候 圣灵在当中做了奇妙的工作 两千年来的教会 从来没有忘记要读使徒行传 因为使徒行传说明了 一个历史教会的发展 以及个别教会的发展 包括我们教会在内 你一定不太能够明白 最近又有人拿一个光碟片给我 说这是圣经密码请你看 我还没机会看 不过圣经密码一定是真的 就在这里面 那今天我们要来看 圣经密码的使徒行传 第13章 使徒行传是主耶稣升天以后 圣灵全面降临 教会建立起来福音得以广传的记录 教会从耶路撒冷开始往外扩展 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 有一天福音要传遍真正的地籍 就是福音要传遍给所有的人 在当时 在当时 使徒行传第12章以前是一回事 13章以后是另外一件事情的 所以我们说它是分水岭 12章以前 都是门徒自发性的传福音 门徒走到哪里 福音就传到那里 有时候传得很顺利 有时候遇到大困难 但基本上福音是 随着门徒的脚踪往前走 我相信我们当中 有很多人也是这样的 你是一个医生 你可能在看病的时候 病人就觉得你怪怪的 哪里怪怪的 我碰到一个医生 那个医生是个外科手术 是做腹腔的外科手术的 现在有很多是用那种高科技的 就是叫做内视镜的 也有很多是用传统开刀的 每次要做传统开刀 特别传统开刀的时候 病人都吓得半死 然后就跟医生说 麻醉丝已经来了 就开始拿麻醉 你知道麻醉丝一下去 你就几秒钟而已 对不对 然后那个麻醉丝 都看到最后一次看到 帮他抄刀的医生的时候 都跟那个抄刀的医生说 医生 医生 拜托拜托了 我认识那个医生 是一个很有名的医生 是抄刀的医生 他每次都跟那个病人 开玩笑的说 他说 你不要拜托我 他说因为等你眼睛一闭 昏迷过去之后 我也拜托另外一个人 所以你要不要现在就拜托他 结果那个病人就觉得说 你是怪怪的 你是哪里根筋不太对 他就说 不过老师告诉你 等一下等你 预备好了之后呢 我也会先做祷告 求上帝给我恩典 也给你恩典 所以等一下我开刀之前 我会先祷告 你要不要现在先祷告 你说这个医生是不是怪怪的 因为他走到哪里 福音就被传到哪里 我也知道一个律师 他每次在跟那个 当事人谈到后来 他就跟他说 他说我建议你 我们先来祷告 律师欸 专业一点好吗 不要跟我讲宗教好吗 你要知道福音广传是透过门徒到哪里 就传到哪里 很多老师也是这样 很多老师也是这样 我在民传教书的时候 教了三千个女生 那个时候只有女生没有男生 其中那三千个学生 没有一个没有听过福音的 不过都不是我强迫的 都是他们逼我的 他们逼到我后来 我就说好 如果你们要听 下课留下来听 上课时间不能讲福音 我三千个学生 全部都听过福音 其中当场信耶稣的 就一百多个人当场 三百 三千个一百 也还不错了 很多人跟我说 你干嘛去当牧师呢 你当老师不是传福音更快吗 我现在到很多地方都碰到我的学生 有一天我上飞机 我上飞机之后 有一个空服员 他就跟我打招呼 他跟我打招呼 我就跟他打招呼 因为我是金卡 所以他跟我打招呼也很正常 他这边是两条 一看就是事务长或是座舱长 他跟我打招呼 我就跟他打招呼 我就进去坐下来 等我回来的时候 他说老师 我吓一跳 我说怎么叫老师呢 他说我是你的学生 福音的广传 是透过我们个人走到哪里 就到哪里 使徒行传十二章 以前福音传开就是这样 基本上福音是随着门徒的 脚踪往前行 我们说使徒行传十三章 要把福音宣扬出去 不是基于个人的负担 不是基于门徒生命的表现 不是少数人想做什么事 而是教会一致同意 要把福音传往福音缺乏的地方去 这不是说一个人不能宣教 一个人当然可以宣教 而且一个人宣教更好 没人管你 像我现在有很多地方的工作 是我一个人在做 那么其实更好 因为不必要跟别人商量 我不必要跟你商量说你觉得怎么样 因为你知道 当你要跟别人商量的时候 大家都有意见 如果你自己决定的话 你就可以做了 我不必跟任何人商量 我就可以在我所到的地方传福音 使徒行传第八章的菲利 就是最美好的见证 他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 他不必跟任何人商量 他就传过去了 又像埃提阿伯的太监传讲福音 只有一个能跟他同工 那个人叫做圣灵 福音就进到非洲了 所以福音进到非洲 并不是教会传过去的 福音进到非洲 是个人传进去的 彼得到该撒利亚去 传福音给外邦人 彼得耶 主的大使徒耶 当时他的力量多大 他叫人瘸腿起来行走 他就起来行走 他福音传到哪里 就传到哪里 可是你知道 这个是他个人的行动 不是教会的行动 因为这个缘故 福音虽然跨一大步的宣教到外邦人 你要知道我们都是外邦人 我们当中没一个犹太人 我们今天可以得着福音 这个彼得当时做了一个 没有经过教会同意的事情 就是福音传给外邦人 因为这个缘故 他回到耶路撒冷还被调查 说谁说你可以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 你就知道 个人传扬福音这个美好的见证 可以使福音跨越地区跨越种族 但使徒行断第13章开始 是教会有意识的要把福音传扬出去 这是教会的决定 教会决定要这样做 这是教会史上第一次的宣教工作 你要知道圣经凡事寄到的第一次 都是一个标准模式 我再说一遍 圣经上只要记载到那件事情是第一次 那就是最标准的模式 神创造天地 这是个标准模式 以后神就是被确立为史无变有的神 耶稣在加拿把水变成酒 这个水变成酒的这个神迹 就成为耶稣所有神迹的最主要的那个模式 所有的神迹都和约翰福音2章1到11节的水变酒有关系 因为它是一个模式 它是一个模式 因为这个缘故 史书行断第13章14章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的 是讲到教会第一次的宣教工作到底是怎么成型的 那这一个成型就成为我们所有个别教会 中派教会甚至小教会宣教的最主要的那个内容 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题目叫做 圣灵带领教会的宣教步骤 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仔细听 这是一个步骤 如果这个步骤我们抓准了 我们的宣教就一定能够像初代教会这样 如果我们这个宣教步骤出了问题 我们就没有办法有效的把福音用教会的角度传扬出去 我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 个人的宣教 个人的传福音 个人自然生命的流露 那是很容易的事情 那是你跟上帝的事 可是教会如果要宣教就不容易 而奇妙的一件事情是 教会第一次的宣教的工作 却不是从耶路撒冷教会开始的 请问是哪一个教会 你们要讲话哪个教会 安提亚教会 安提亚教会是一个在外邦地区的教会 它不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 它不是在犹太权利的教会 它甚至不是在撒玛利亚 它是超过那个范围的教会 从这边13章14章 我们归纳出宣教的步骤有四个 第一 请你写下来 第一 因圣灵内住而彼此接纳 而彼此接纳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 你要知道 按照我们人的想法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当我们讲到宣教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概念 可是圣经启示出来的 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是 当你要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的时候 当你要开始把福音传扬出去的时候 有一件最要紧的一件事情 如果是你个人那没有问题 如果是团体 第一个步骤就是 因圣灵内住而彼此接纳 前面我们提到 个人的宣教是基于他们 个人有感于基督的爱 他们对福音的热切 他们被圣灵充满 他们有丰盛的生命自然流露出来 因此他们所到之处 福音就被传开了 我认识很多人 其实是我们教委 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 生命有很美好的见证 在各行各业做见证 在各行各业 我所谓的做见证 都不是有故意的 你知道吗 你故意反而不像 你生命自然的流露 才是很稀奇的事情 才是很稀奇的事情 那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但是我们知道 这种个人的福音工作 个人的宣教工作是很不容易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单打独斗 一个医院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医生 只有你一个医生是基督徒 你很辛苦 护士也不是基督徒 所以你做起来就不容易 如果你在学校当老师 只有你一个老师是基督徒 其他老师都不是基督徒 你也很孤单 他们不一定有人支持 他们不一定有后援 当然他们是靠着圣灵有主的恩典 但是他们的行动是孤单的 他们没有团队 他们要自食其力 他们需要自我鼓励 这几年我在做的工作 有一些是属于教会的 有一些是属于我个人的 你知道那个个人的宣教是很辛苦的 因为要钱 你钱哪里来 因为要有人支持 支持哪里来 因为要有人祷告 祷告哪里来 所以如果我做一个工作 是我自己在做的 我都要提早到那边更多的安静 更多的祷告 求主给我恩典 不是每一个人 不是很多人可以帮助我 我今天下午讲完 我现在讲完三堂之后 我回去洗一个澡 吃一个饭 我就坐飞机要到欧洲去 这是四个国家 一个月回来 然后到马来西亚去 到马来西亚有一个 三年前就答应别人的 现在有点后悔 但是都不可以后悔 对吗 因为如果不必 飞到马来西亚去 我就继续留在欧洲 我还 欧洲还有工作 但是我回到马来西亚之后呢 我就说已经到马来西亚了 我就回台湾 回台湾处理一点 七天的工作 再回欧洲去 为什么这么辛苦呢 因为已经答应别的 马来西亚人 就必须回来 所以昨天我就 发出一个 发出一个带导信 差不多五十个人 我请他们为我祷告 因为这个不是教会的工作 不然的话我就 请教会登周报 为我祷告 全教会为我祷告 这是个人在神的面前的领受 在神面前的领受 就比较需要更多的 自己去承担这个责任 但教会的宣教不是这样 教会的宣教是团队的工作 是团队的分工 是团队的联络 团队就不孤单嘛 团队我们可以先讨论嘛 团队我们可以持久嘛 团队我们可以把钱一起弄到嘛 弟兄姐妹注意听 但是我问你 团队就比较容易吗 感谢主啊 你们都知道不容易啊 对不对 团队并不容易啊 团队比个人可能更辛苦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人嘛 因为有人嘛 弟兄姐妹 事不难 什么才难啊 人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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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人才难喔 是人 才难 当然一个人做事有一个人的难处 但多人做事有多人的难处 因此使徒行传第43章 让我们看到 教会宣教的步骤一 就是要有圣灵内住而彼此接纳 你写好了没有 写好了对不对 圣灵接纳而什么 彼此接纳 弟兄姐妹彼此接纳难不难 难不难 我告诉你难 难 难如什么 灯天 我们来念这两节经文 13章1到2节我们一起来念 13章1到2节 预备请 在安提亚的教会中 有几位先知和教师 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 鼓励奈人入囚 与芬芳之王西律同仰的马涅 并扫罗 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 圣灵说 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 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功 这两节经文中你看的经文 我们看到一个最关键的词 在第二节的圣灵说 圣灵 亲爱的弟兄姐妹 教会如果要宣教最要紧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有圣灵 那你说圣灵不是本来就在我们当中 对 但如果不是圣灵来发动 如果不是圣灵来同在 宣教工作是没办法做的 因为宣教的第一步就是 我们必须同心合一 我们必须彼此接纳 这群在安提亚教会的同工 在圣灵的内住下 他们能彼此接纳 由此可见 接纳的不容易 不容易 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成长背景 我们也有不同的性格 再加上 我们都坚持己见 来不坚持己见的请举手 你看就没有一个嘛 对不对 谁不坚持己见呢 谁不坚持己见呢 如果坚持己见怎么彼此接纳呢 过去这个星期四 今天礼拜天啊 过去这个星期四 我们几个长老在一起交通 教会明年的方向 教会明年的方向 李金元长老是读化学出身的 你知道他是我们现在的执行长老 他读化学出身的 他最主要的行为模式是实验 因为化学出身的嘛 他最主要的行为模式是实验 这个是他从大学时期 就被训练出来的 不是他本来就这样 而是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就被训练说实验 实验 实验 一直失败 失败 失败 最后就成功了 对吗 艾迪生也是这样啊 可是 林郑云长老的背景和经历 是工程跟业务 你知道工程跟业务的做法 就完全不一样是不是 你总不能说 来我们现在盖房子 土木的做土木 水电的做水电 你知道他们要把图全部画出来 而且要分图都要画出来 全部画出来 谁先进 谁后进 全部弄完了 然后他又做业务的 所以他的思考模式是 以中为史 整密而连续 这是他几十年的涵养 他怎么想都是这样想的 你说对吗 我呢 我的背景是法律 我读了七年法律 我对教了五年的法律 我认为 我认为 凡事不能用文字说明清楚的 它都不够稳定 所以我每次对文字很有意见 这里面每一个字我都有意见 就是靠圣灵得生 靠圣灵行事 我每一次都问 为什么要用得生 为什么是得 那当然如果是圣经的话 那就没有问题嘛 对不对 所以我每一次都问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不那样 我就有很多很多对文字的意见 我总是说 我总是说不能用文字表达出来的概念 都不够稳定 所以我总是问说你是什么意思 你是什么意思 人家觉得我好烦喔 你觉得我们三个人可以讨论一件事吗 一件事可能没有困难 一年的事就很困难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觉得这样的人可以在一起讨论事情 那你就低估了一个人的思考模式 你说那不是要有爱吗 我们不是一个教会吗 同工之间不是有基督来协调吗 不是要有爱做根基吗 对 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因为爱还更难了 没爱就好容易多了 没爱就容易多了 如果没有爱的话 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反正个人向上帝负责 自己的业自己承担对吧 可是因为有爱的关系 这是我们的教会 是我们的教会 我们要在主理同工 用爱同工 所以才要讲清楚 你想想看 我们教会不是只有三个长老 我们教会还有好几个长老 我们教会还有一群同工 你要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如果 注意听 如果你要做一个宣教工作 第一要紧的事情 是要圣灵内住而什么 彼此接纳 彼此接纳是什么意思 就表示我们的看法一样不一样 一样就不要接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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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因为这一个缘故 所以这里提到圣灵就很重要 圣灵就很重要 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还不包括每一个人的个性 我问你乐观跟背观差的远不远 个性级跟个性慢 你觉得呢 用推理跟用归纳呢 因为这个缘故 弟兄姐妹 教会历史上第一次的宣教 就值得我们来思考 而这个宣教是怎么样的宣教 来我们再念第一节 再念第一节 再念第一节 预备 请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 有几位先知和教师 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 鼓励奈人路求 与芬芳之王西律同样的马念 并扫罗 我告诉各位 为什么圣经要把这个名字列下来 并不是要说这些人名流轻屎 不是 圣灵的感动之下 路加所记载这五个人的名字 是很特别的 因为这是教会的领袖 教会的领袖不是只有这五个 可是他们在一起祷告 一起聚会也不是只有这五个 他们有一群人 这几个人是谁呢 第一个是生在居比路的立位人 巴拿巴 这一个人呢 大概是一个比较温柔慷慨 知人善认的人 对吗 我们过去几个礼拜 几个月就讲到这个人 第二个是西面 西面这一个名字 是犹太人的名字 可是奇怪 他说叫做尼杰的西面 这个尼杰是拉丁文 拉丁文 如果你有一个中文名字 可是你的外号 不是中文 是外文 那就表示你很可能是怎么样 就不是这个地方的人 而当时使用拉丁文的是在非洲 主要在非洲 所以称呼尼杰的西面 而这个尼杰是什么意思呢 尼杰就是脸很黑的意思 其实就是黑人 就是黑人 当一个人 我曾经说过 当一个人的外号 比他的本名还要出名的时候 就他那个外显是很明显的嘛 对不对 我们说那个高个子来了 那高个子来了 大概是我们教会最高 他要高个子嘛 对不对 那个东方在我们这边聚会 他每次进来我都看到他 因为他都是高人一等 他高人一等 不仅他高人一等 他太太也高人一等 所以他们两个只要走进来 我们就知道谁来了 这个尼杰就是这个意思 尼杰因为他脸皮太黑了 所以他很可能是从非洲来的人 他的名字是犹太人的名字 可是他是从非洲来的 古利赖人路求 应该是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节 那个传福音的使者 他也是在外邦长大的犹太人 这个和西律同样的马念 这个西律是谁呢 这个西律就是大西律的儿子 西律安提帕 你知道 中国古代也是这样 世界各国的古代都是这样 凡是 凡是你是一个皇帝 或者是诸侯 或者是贵族 那么你为了让你的孩子 有很好的教育 你要找那些半读的 童年龄的 对不对 这个叫做和西律同样的马念 就是这个马念这个人呢 他可能家世很好 可能他们家族都是有学问的 所以他生下来之后呢 他们就把这个孩子接到宫里面 跟西律安提帕一起读书 换句话说 他是个贵族 他是个贵族 他一定养成贵族的特质 再加上最后一个叫做保罗 保罗个性又急 脾气又强烈 你觉得这五个人合得来吗 我想是不容易合得来的 这几个人都是外地长大的犹太人 这个安提亚教会本身就不在耶路撒冷的犹太地区 而是在叙利亚的境内 靠近土耳其地中海的边缘 这个教会的领袖有大树人保罗 居比路人巴拿巴 来自非洲的西面 古利奈人路求 还有一个贵族跟西律一起长大 你要知道小时候的朋友才是朋友 对不对 小时候的朋友才是朋友 你年纪越大我告诉你 你交到的朋友越不可能是好朋友 因为都有厉害关系 你最好的朋友 像这个马念 大概最好的朋友是西律安提帕 可是西律安提帕是反基督的 所以你让这种人参加在我们的团体里面 你不觉得有点恐怖吗 他有一天会不会把我们出卖啊 可是他们在一起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打个比方就好像在马来西亚 有一个台湾人建立的教会 领袖有一个就是马来西亚的本地的华人 另外一个是来自大陆的新移民 有一个是香港的华人 你想这种组合你觉得容易同工吗 但是初代第一个宣教的教会 就是这样的教会 因为这个缘故 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圣灵的重要性 只有圣灵能够把他们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再来讲一遍 如果宣教要往前走 第一个要有圣灵内住而什么 彼此接纳第二第二第二 他们在一起接纳 他们在一起聚会 他们在一起敬拜 他们在一起进食的第二件事情 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蒙圣灵指示 能互相顺服 请你写下来互相顺服 我知道绝大部分的基督徒 都以自我为中心了 你放心我也是 所以我不是在讲你 如果你正好也是 那我跟你一样 我们都是自以为是的 自以为是很难嘛 我从小长大就这个背景 我的思考模式当然是这样 可是当我们要成为一个宣教教会的时候 就很辛苦 一定要圣灵指示的时候 我们要互相顺服 要互相顺服 请我们读第二节第三节 第二节在前面 我读第二节你们读第三节 第二节说 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 圣灵说 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 去做我遭他们所做的功 来注意听 这边描述一个状况说 说圣他们进食的时候 圣灵说 合理的推论 不是他们在祷告当中圣灵突然有声音 临到他们 所有人都听见 没有 应该不是这样 应该不是这样 因为照圣经整本来看 很少有这样的状况 是圣灵突然对所有人说话 没有 所以比较合理的状况是 他们当中有一个人从神领受 而分享出来 那怎么这样说呢 因为在第一节说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 有几位 什么 先知和什么 那什么叫做先知呢 那你知道 先知不是未卜先知 先知是 会比别人先领受神的话 我再讲一遍 我再讲一遍 不管你是老基督徒 甚至你是木道友 我把先知这个字 确定的讲一遍 什么叫做先知 先知不是未卜先知 说将来你会发生什么事 你明天要小心 对你出去会被车子撞到 你不出去就不会被撞到 不是 先知是他比较 sensitive 他比较敏感于神 这是每一个人不一样的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有敏感体质的 有没有 有 你知道吗 你知道 为什么有些人祷告会看到影像 有些人祷告会听到声音 你说我又看不见 我又听不见 没关系嘛 你就做行政工作就好了 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的 神经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会听到会看到 我告诉你是比较可怜的人 我没有在开玩笑 我没有在开玩笑 我告诉你最好是能不听见 能不看见 别人怎么说我怎么做 我都没责任 问题是你就是会听见 你就是会看见 你就辛苦了 你就辛苦了 这里说有先知和教师 所以这里提到的 他们进食的时候圣灵说 应该就是他们当中 有些人先领受了 然后分享出来 你要知道 当时是没有教会宣教的概念 没有 这是一个创始的概念 就是说我们一起派 巴拿巴跟保罗出去好不好 从经文中看不出来 其实当时也完全没有这种状况 他们可能只有同工会 他们没有执事会 当然不可能有长职会 因为长老都还没按立 教会宣教比较复杂的问题在于 教会宣教需要用到教会的钱 教会的资源 要有后勤资源 要规划如何去 要规划如何接应 你知道 徐薇薇当时在柬埔寨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马上开会 一直开会下决定 下决定要怎么去 是把他接回来 还是我们派人去 那个需要马上做接应的工作 我们知道 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如果是一个人就很容易 像我现在 我也不需要跟你们讲 我去哪里我就去了 我回来就回来了 你愿意为我祷告就祷告 你不愿意为我祷告就算了 反正我是从神领受的 可是教会就不是这样 教会就不是这样 教会我们必须一起讨论 从这一边经文看起来 是有人站起来说 圣灵指示我 让我们派巴拿巴跟保罗去 你觉得其他人会怎么说 为什么听你的呢 对不对 你又用圣灵这个帽子来扣我 我就要听你的吗 因为这个缘故 第二点就是蒙圣灵指示 能什么 互相什么 顺服 弟兄姐妹 这个当然需要查验 需要了解 需要整理资料 但是如果是巴拿巴跟保罗 自己提出来 说神派我去 巴拿巴说神派我去 并且要带保罗去 大家会说 为什么是你去 你想出名啊 你想出国旅游啊 即使他心里不说出来 难免他不这样想 为什么是你说你自己呢 那如果不是他自己说 是别人说 说我们祷告完了 主啊我们清楚了 来我们派李清光去 跟庄淑亲去 立刻就有两个人反对 对不对 他们两个老婆说 为什么是我先生啊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啊 对不对 你要知道 当我们说圣灵说的时候 是很麻烦的 但我们看到他们 完全没有争执 为什么是我呢 我不会这一个啊 保罗更可以说了 他有理由说 我是最小的 我什么都不懂的 所以不要派我去 巴拿巴倒不错 那巴拿巴说 我年纪已经大了 你们可不可以找年轻的人去 但是不是这样 第二节说 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 圣灵说 要为我分派巴拿巴跟扫罗 去做我遭他们所做的功 于是进食祷告 按住在他们头上 他们就去了 弟兄姐妹 这里还有一个最大的困难 我告诉你 那就是巴拿巴 可能是最老资格的痛苦 他早就在圣灵降临教律见会的时候 已经大有名声 他受人尊重 而保罗又是才华出众 有极强的领导能力 弟兄姐妹 一个教会要宣教 要派谁去啊 把最强的派出去同意吗 我告诉你不同意 二十几年前 三十几年前 吴章老每次从国外回来 就说某个地方有需要 谁要去 如果没有人要去 他就说某某人去 你好好祷告 那个人就好好祷告 保告完就说我去 我们所有人就觉得 吴章老为什么每次来都把人抽走啊 我们自己都不够了 为什么把人弄到外面去啊 后勤资源都不需要强的人 你把强的人都派出去怎么办呢 最近以来一直有同工问我 我以前不要讲 因为问的人太多了 我统一告诉你们 有人一直问我说 很多人问我说 你为什么一直老往外跑 不好好在教会服侍 你要离开我们教会了吗 最近也有一位同工 很爱我的同工说 说我们每次听到你在外面的 服侍的成果 都很高兴但是也带着心酸 我本来很高兴你知道吗 他为我在外面做了这么辛苦的工作 而觉得心酸 就他不是为我 他说什么呢 他说每次听到你在外面工作 他说很有国教 就说你上次在南洋说 那个教堂建立起来五百多坪 他说我们很高兴啊 他说可是呢 他说我很心酸 为什么呢 我们自己没有那么好的场地 我们自己才一百多坪吧 当然我们还有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六楼 都是分成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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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而且都旧了 人家是brand new 全新的 而且四面彩光你知道吗 四面彩光一块长方形的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 四面彩光 漂亮的不得了 全新的 他说可是我们教会呢 你都不管管啊 我们教会没有那么好的场地 空间有点挤 地下室没电梯 老人家下来还要人家服 怕跌倒 冷气分配不均 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教会你坐的位置 冷气是永远不能改变的 换句话说你坐哪里你要先选好 不然感冒都会感冒 中暑都会中暑 所以很多人换来换去换来换去 就找到自己固定的位置 然后别人坐冷的位置 你还会过来跟他说对不起这是我的位置 我经过二十年才找到这个位置的 你好不好把位置让给我 然后我们下面有非常强烈的臭豆腐的味道 那如果你喜欢臭豆腐完全没问题 他说你们都不管管啊 你就一直往外跑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的确是问题 可是当圣灵的工作临到的时候 你很难嘛 我可以跟你们讲 我现在所做的每一个工作都是圣灵带领我的 我不是拿大帽子 我也很怕跑错地方 因为没有人要负我的责任 我出去有人给我钱吗 我如果自己跑错了 谁帮我负责啊 我又没有拿教会的供给 我又没有拿教会的薪金 弟兄姊妹 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 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服事呢 但是那个个人的我们不讲 教会最要紧的就是 圣灵带我们往哪里去的时候 我们要互相顺服 我们看到初代教会的圣灵指示下 他们互相顺服 第三 我们来看第四节第五节 我念第三节你们读四节五节 我念第三节你们读四节五节 于是禁食祷告 按锁在他们头上 打罚他们去了 他们受了感动 他们彼此接纳 圣灵也指示 他们互相顺服 他们立刻就采取行动 今天当一个教会 彼此接纳已经不容易了 互相顺服已经很难得了 这些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 我们已经都被圣灵所带领了 但是有时宣教工作 我们就想了又想 做了又想了又想 考虑了又考虑 计划了又计划 评估了又评估 就是不采取行动 而且一下子 一点点的困难 我们就不做了 我告诉各位 我告诉各位 这么多年来 教会要做事情 如果你想得太久 就绝对不会做 没有一件事情没有风险的 我们教会 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们教会 所有给我们奉献进来的钱 我们不都放在我们教会的 我们宣教工作 花很多的钱 我们固定支持 为什么记错 是14个 还28个单位 我不记得了 今天林长老不知道在不在 14个还28个单位 你们根本不晓得 我们每一年奉献 每一个月奉献华神4万多 宇宙光4万多 我们支持一个同工的薪水 我们28项还是14项 就是每一个月 14项28万有多有少 就一直播 每一个月都播 没有经过你们同意 可是我们教会 从来没有缺过钱 真的 即使是教会出了很大的问题 钱稍微那一年不够 第二年我们就全部都回来 因为这是神要做的 神要做的就不用担心 我们一定要有实际的行动 一定要有实际的行动 因为只有圣灵 才是宣教最重要的因素 不是人的计划 让圣灵来配合 不是出于团体讨论的认知 而使用圣灵的能力 不是 因为圣灵不是能力 是圣灵有能力 这两个完全不同 圣灵不是我们使用的对象 圣灵只是我们顺服的对象 所以圣灵不是能力 圣灵是有能力 圣灵就是神 所以不是教会用圣灵来传福音 是圣灵带领教会来做宣教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我们本末不能导致 最后我们讲一点 被圣灵服侍 被圣灵充满的结果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看第四点 当我们开始接纳了 我们也顺服了 我们也实际行动了 我们就被圣灵充满 我们看到13章到14章 他们就尽心的服侍 尽心的服侍 保罗跟巴拉巴被拆出去了 当然他们有经济的支持 有其他人的陪同 因为他们有时候要坐船 但是他们评的是这些吗 不 如果我们读13章到14章 我们可以发现 他们宣教的果效实在是太好了 他们传到一个地方 那边神长就信耶稣了 他们传到一个地方 那些外邦人都接受了耶稣 他们传到那边 有人就因神迹得了医治 他们传到那边 教会就建立了 特别在14章23节那边说 两人在教会 给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 又近时祷告 把他们交给所信的主 所以教会就传开了 而这两章提到的 圣福音工作的果效 最主要是根据两件事 两件事 第一就是神迹奇事 请你写下来 事是被圣灵充满就尽心服侍 事之一 被圣灵充满尽心服侍的 两个现象 第一是神迹奇事 神迹奇事是福音传到一个地方 很自然的现象 有人一直对神迹奇事 采取很保留的态度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他是神 他不能行神迹 他就不能叫神 是吗 我们是非常相信医生的 我有非常多医生的朋友 我这样看下去就好几个 我认识的医生 第一堂也有一个 我很信任的医生 我看病都到某些医生那里去 因为我很信任他 我只要一有一点点毛病 我就找医生 可是这并不代表 上帝不能用大能医治你 他当他说你好的时候你就好了 因为他是神 不然他做假的 这并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努力 可是神迹奇事是一个 与神同在的人常常经历的事 一个人说他是主的门徒 他相信神大能的创造 却不相信神迹奇事 这太矛盾了 如果不是他把这个信仰 当成伦理道德的宗教 那他就是不相信神会赦免他 因为会赦免人 这是最大的神迹 对不对 我讲我们的信仰 最核心的部分 我们都相信一件事情 有一个叫耶稣基督的人 对不对 他是上帝的儿子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我讲两千年前的事情了 他是犹太人 我是台湾人 他钉在十字架上 他流血关我什么事 可是我一相信我就得救了 我就进天国了 你觉得这个神迹奇事 你想不相信 你还不相信 请到外面报名 你需要重新受洗 而且我们要重新考核你的信仰 连这种你都敢相信了 你怎么会不相信有神迹奇事 让我告诉你 你之所以不敢相信有神迹奇事 是因为你不敏感 第一 第二 因为你没有把你自己交托给 那位圣善又有能力的主 当你把你自己交给神的时候 你会发现处处都是神迹 这就是神迹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迹 不是我们什么事都不做 然后求神给我们超过我们所应得的 其实神迹就是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 你会看见神做非常奇妙的工作 求主恩待我们 其实福音要传开 第一就是要有神迹 什么叫做神迹 神迹就是你这个属神的人 从你身上流露出 奇妙的生命想法跟作为 第二 请你写下来 那就是大能的宣讲 如果大能的宣讲 如果你读13章14章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保罗在各地讲道 这个讲道的生命就进到人的里面 以后他们就生命被改变 宣教最重要的工作只有两样 请注意听 一就是你的生命流露出 真实属神的生命 第二就是你能够讲出 神要你说的话出来 宣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除非我们真的被神得着 宣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除非我们能够把圣经的话传讲出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个人的福音工作是很自然的 那是每一个人都该做 刚才我请念真姐妹做见证 是因为我盼望你们听到的见证 是很生活化的 我原来预备讲的是 我的服饰当中的经历 我知道因为我每次讲到 我服饰当中的很奇妙的事情的时候 很多人说因为你是长老 因为神要用你 所以你会经历神迹 我们小弟兄小姐妹经历什么神迹 不 我曾经跟一个在别的国家 一个花旗银行 City Bank一个非常高级的主管 跟他讲一件事情 他信主已经好几十年了 他生下来就信主了 他们家是好几代的基督徒 我就跟他说你经历过神迹吗 他说我从来没经历过 我跟他说每天都有神迹 只要你仔细看 他说怎么可能呢 我说你要不要试试看 我们下次到这次见面 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你在神的面前祷告 看看你能不能每天经历神迹 三个月之后我去碰到他 我到他教会去的时候 他远远的跑过来跟我讲一件事情 他说李长老真的是每天都有神迹 他说我工作做不下来 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按照我以前我就拍桌子一拍 因为他高级主管 骂吓人还不容易吗 他说我就是祷告 我说主啊 让我看见 三个月他跟我说我跟你做见证 这三个多月以来 每一天我都看到神奇妙的作为 我盼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在个人的福音工作上面 我们天天经历神 但如果我们是讲到教会的宣教 第一 就要有因圣灵内住而怎么样 彼此接纳 第二蒙圣灵指示能够互相顺服 第三受圣灵拆派有实际的行动 最后被圣灵充满我们就尽心的服事 最后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唱副歌 彼此相爱彼此接纳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主我们巴不得在这个教会里面 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接纳 主啊我们都很软弱 但是祢是有怜悯有恩典 祢是把大能赏赐在我们当中的神 我特别为我们当中如果有疾病 心中有困难的人祷告 主啊我求祢让我们因着彼此相爱的缘故 互相扶持 主好叫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有能 有力的教会 能够把福音传扬出去 能够把宣教的工作不仅做在台北 也做在台湾 做在中国人身上 做在亚洲甚至到世界各地 我们现在要分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 交通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